dj 我是赫兰我爹是在行医 玄虎即逝我也略懂医术 在医馆里兼职 少女年轻易捕 平日你细心调养没什么答案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其实我还有自己更感兴趣的事 写致病救人 我方喜欢和尸体打交道 这就是我的另一名 真正的赫兰 可算是把病人都送走了 抄药方抄得我手都酸了 我听说河边发现了一具尸体 想不想去看看 嘘 说话小点声 便让姑娘你听着了 快起 capacity了 贾大人死了 什么贾大人之蛋 是三思史 掩体判官贾元贾大人 尸体表面湿透 衣衫碎裂 且尸体表面布满伤痕 左臂有一道刀伤 尸体僵硬 唇色微镜 左臂刀伤半尺肠 三寸身 衣服质量上乘 一边有暗青色珠纹 从头部尸斑 和尸体僵硬程度来 应该是死于昨晚 奇怪 这腰台怎么跟我的这么像 贾夫人 请本官仔细检查 贾大人尸身完整 本官断定 贾大人是自然死亡 蓝儿啊 这具尸体 一看就不像是寻常人家的 一定要安全地送到三法寺 注意安全啊 爹我走了 连尸体都没有怎么仔细查验 就订案吧 这些案子 犯的离你之前的还有离谱 在那儿 对 叶大人 我家大人死的不明不白 你是为三马寺主理 三言两语就随便定案 今天 要给我招待 为三马寺班救票 这是白样子 看我回去怎么死 没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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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到了累死我了 你呀越来越沉了 到了 哎 啊 你是谁我尸体呢 我 我是啊 哎我你 我尸体呢 我没看见什么尸体 你可不要血口问人啊 你信不信我去报官 行啊 这儿就是三法司 你去吧 大人 大人 大人我要报案 这是透露我的尸体 姑娘 姑娘稍后 这位 就是我们三法司的主理 叶凡 叶大人 怎么办 啊 怎么办 无非只有两种可能 一 是你自己把尸体弄丢的 一二 就是你报假案 要不是我爹让我把尸体完完整整的送到官府 我要你办案吗 不就受了个尸体 我验的尸体 向后 背上 双肋肩 腰腿处 双臂双腿 皆有微赤色 唯一的不同 就是脖颈处有 肺子状红点 大人 听百姓说 这边士气繁忙 这么不一会儿 已经停靠许多辆车了 这根本无从查起啊 贾大人是被害死的 就决 这城主的草包儿子 乱判贾大人是暴毙而亡 贾大人可是难得的好官啊 可不能就这样冤枉 他是毕中就轻 三言两语的 就想不了了之啊 你们来评评礼 该不该 为我家老爷 好乎一个公道 好乎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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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开门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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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放心 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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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所不知啊 上一回 实在是因为武座退休了 我们 也是无奈之举啊 对对对对 上次啊 是因为本关 没有武座协助办案 所以呢 导致本关端案时 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偏差 不过啊 本关已经决定 重审此案 我们凭什么信你 凭什么信你 凭什么信你 我们已经找到了 哪儿呢 既然找到了 哪儿呢 那就请大人 把他请出来 让大伙看看 呃 这个 就是他 啊 嗯 嗯 我 人走茶凉 我也心灰意冷 此事 我们贾家认了 就让老爷 安心的去吧 帮过来 这些银子是用来打谢三法司的 还请大人收下 既然贾夫人心意已决 那我们也不必多叨扰了 相信贾大人在天之灵 一定会必有贾家的 那我们就告辞了 告辞 这 这 这贾夫人明显就有问题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天经地义 你 神三法司主力 不让我验尸 我偏要验 夫人 为什么改变主意 不让武座验尸了呢 有人将老爷生前的账单 送到我的手里 胁迫我 胁迫我 让这件事 不了了之 大人的死 确有蹊跷 有人将老爷生前的账单 送到我的手里 胁迫我 让这件事 不了了之 老奴明白了 都走了 哎 哎 啊 嗯 五臟六腑皆有被腐蝕的痕迹 但屍體表面並無異樣 由此可見屍體是由內而外腐爛的 腹部血液發黑疑似中毒 你驗尸倒還挺有一手的 那是 我可是要成為全龍都最厲害的舞蹈 奇怪 河邊消失的那個人我景處也有紅墊 河邊死的那個人 是啊就是那具消失的屍體 我只檢查了他的皮膚 發現他的脖子上也有紅點 還沒來得及解剖 不知是否重 有人來了 快走 快走 他怎麼還不回來 怎麼樣了 不出大人所料 賈元的屍體 確實被幾個黑衣人掠走了 你去哪兒了 我已經派幾個兄弟跟上去了 看方向 應該是出城 出城 你快派幾個人去查查 到底是誰掠走了他的屍體 動作快點 務必處理乾淨 麻利點 是 這 住手 哎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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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發什麼 啊 你 兩個 衝 呀 大人 你的伤 大人 你 没事吧 没事 你检查一下有没有活口 这是我丢失的尸体 你丢的 你怎么知道就是那具尸体啊 看来贾大人的死一定跟他们有关联 你这伤需要及时医治 没事 都是小伤 你 你能不能轻易打 你能不能轻易打 尸体是由内而外腐烂 腹部血液发黑 疑似中毒 两具尸体情况大体一致 应该所中同一中毒 此毒可有头绪 犯法寺内有个藏书阁 里面有一本专讲读物的书 你可以去看看 藏书阁 你太疯了 你太疯了 这 那天 你去一趟孙府 就说三法子叶凡 请孙夫人过来 便认尸体 是 老爷 孙夫人 您确定这就是孙氏良孙大人 确定 这就是我家老爷 夫人 您最近对孙大人的工作了解多少 前几日 他说要到金陵城运一趟眼 之后便再无音信 尸体脖颈处有红点 内脏发黑被腐蚀 尸身营内而外腐烂 尸体表面不明显 经舌头 尸体脖颈处有红点 内脏发黑被腐蚀 尸身营内而外腐烂 尸体表面不明显 经舌头 大人 没想到贺兰带来的那具尸体 真的是孙大人 这件事 牵扯得越来越广了 一个是掩铁旁观 一个是运转石 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 就是运研队了 运研队本应该是昨天出发 但是今天推迟了 我只怕 这件事远比我们想象的难 更加复杂 找到了 我找到了 我知道是什么毒了 什么毒 这是一种名叫金蛇毒的毒 由皮肤表面开始深入 由内脏开始往外腐烂 但是外表 却以常人无疑 只是脖颈处 会留下肺子一样的红点 我知道了 这些案子你不要再查手了 我给你在南府衙门 巡了门差事 什么差事 去南府衙门当武座 好好把握机会 我想留在三法司 你的能力的确很注重 但是 在南府衙门 你可以更好地发挥你的才能 这是我的介绍信 你拿着它 南府衙门的人会见你的 我不要去什么南府衙门 我就要留在三法司 贾大人的案子才刚刚有进展 那天 把他带出去 好的大人 何无恙 我自己会走 楚生 手下食指 不小心让三法司的人 把他们的尸体带走了 请主上再给属下一次机会 属下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安子才刚有进展就要赶我走 叫你赶我走 叫你轻无功劳 你怎么还在这儿 走 你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不会走的 不让你掺和此事 是因为此事非同小岗 已经有人接连遇害了 难保我们不会受到危险 现在少一个人参与就会少一份危险 你放心 我不是什么胆小怕事的人 这个案子结束以前 我不会走的 你 你就让我留在这儿吧 我肯定不会增加你们的负担的 求你了 行吧 你就留在三法司当务所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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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 哎 你去把伟人撞起来 谢谢助理大人 贺兰一定会为三法司鞠躬尽罪 死而后一 嗯 嗯 不许说这样的话了 嗯 嗯 贺兰一定会为三法司鞠躬尽罪 死而后一 嗯 嗯 不许说这样的话了 嗯 我就 离开这么一会儿 你们两个 哎 哎 嗯 嗯 嗯 看一下这个伟人状 有什么问题 正式任命贺兰维三法司五座 任命期间不准擅自行动 查案期间必须紧跟长官服从命令 为期一年 没问题 大人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进来也不知道敲门 我进你这房间 什么时候去到敲门了 说吧 什么事 我调查到 运言队今日就会出发 怎么样 要不要找人跟着 如果真是运言队出了问题 那此时非同小可 还是我亲自去安排吧 行 那我跟你一起去 你还有其他任务 这事我越想越觉得奇怪 你去一趟孙府 看一下孙大人平时 有没有带过类似的令牌 如果有的话 帮我把它拿回来 行 大人我什么都没看到 听闻三法司发现了运转使孙世良的尸体 这是什么情况 回禀父亲 昨夜三法司在城外乱葬岗 发现了孙大人的尸体 经验尸发现 孙大人是死于一种罕见的金蛇毒 那下毒之人可曾抓获 暂时没有 城主 三法司主理叶大人 自上任以来 始终未能断成一件案子 我龙都城向来太平 哪有什么案子 太平 三法司门口 这菜叶都快堆成山了 龙都城 哪里太平 要我看 你这三法司主理 是时候换人了 我看 少城主 是不错的人选 如果此案 交与少城主 定能更早破案 父亲 我愿意接受此案 保证 保证五日之内必定破案 凡尔 我再给你最后十日期限 查出下毒之人 正式任命赫兰维三法司五座 这件事 牵扯得越来越广了 贾大人死了 本官断定 贾大人是自然死亡 你这三法司主理 是时候换人了 如果死了 交与少城 定能更早破案 凡尔 我再给你最后十日期限 查出下毒之人 叶凡 知道了 大人 你要去哪儿 没什么 你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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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et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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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跟著我幹嘛 委員正義勝書辦案期間要緊跟長官 行吧那你就跟著吧 大人我們現在去哪兒城外 你在這兒等我一下 哎呀 您來了 大娘 你怎麼樣身體怎麼樣 腿腸有沒有好一點 好多了 那就好 姐姐 小心呀 你這孩子以後別亂跑了 那下次過來我再給您帶點吧 來 來大娘 這些錢你先拿著 謝謝將官 沒事 來 多謝 感謝公子 他們為什麼叫你將軍子 化名 來 你們好像很熟 是啊姑娘 您有所不知啊 我們村的男人都服搖曳去了 就剩下我們這些老若婦孺的 吃了上頓沒下頓的 多虧江公子每個月都來送錢 我們才能活下來 我們怎麼能不服呢 江公子真是天大的好人啊 大家不必多演戲 這些啊 都是江某應該做的 今日江某還有事 那江某就先告辭了 二位慢走 二位慢走啊 走 江公子真是好人啊 真是好人啊 大人 女人真好 雖然有時候貪財膽小 淘氣 屌兒郎當 又不務正業 打住打住打住 我在你眼裡就這麼差勁嗎 嘿 但你是個好人 好了 那咱現在去哪兒 今日預言隊出發 去看看 大人 大人 咱們要不換套衣服混進去吧 我願意接受此案 我再給你最後十日期限 爬出下毒之人 我會將公子每個月都來送錢 這事我越想越覺得氣 長暗期間必須是三長官同意 大人 咱們要不換套衣服混進去吧 啊 好走 好 過去吧 好 你 姓名 這怎麼是個女啊 大哥 我們兩個算一份工錢 一份工錢 行 叫什麼 聂天 聂天夫婦 好 聂天夫婦一份工 好 過去吧 你們兩個 把這個箱子移到那邊去 好 好 你看 你看這兩個人力氣明顯就比其他人大 這個箱子肯定比其他箱子要壮 我還以為你只會看死人 沒想到看起活人來 也這麼通透啊 那當然了 你們兩個 你們兩個 把這段鹽搬到外面的車上 哎好 走 走走快點 快快快快快 抓你時間 快點快點快點 來 不會 不 來 放 放 走 快快快跟上跟上 一大頭你別擦下了 別偷懶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回富汗 我選擇椅子 今天就在这里休息吧 明天一早继续赶路 好好 你先回房吧 好 走 咱们要不换套衣服 混进去吧 这就是我的老爷 你一直跟着我干嘛 没想到看起活人来 也这么通通啊 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 就是运言队了 大人 我们是不是得去 不紧 来 大人 我自己来 坐好 贺兰一定会为三法司鞠躬尽罪 死而后一 不许说这样的话了 不许说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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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小伤不算什么 大人 我受伤的时候都会吃糖 你要吃吗 外面有动静 我去看一下 来 走 给我过来过来过来 老大的金蛇不见了 你们走给我找一找 你去那边 你去那边 是 你们俩跟我走 好 好 这都是海盐呀 是这袋 其他两袋上面都有白色金皮 只有这袋没有 是银子 这应该是 这应该是贾大人和孙大人 私自贩卖海盐的不义之财 今天就在这里休息吧 还是我亲自去安排吧 我说 我说是 这都是海盐呀 草大的金蛇不见了 是银子 这应该是贾大人和孙大人 私自贩卖海盐的不义之财 私卖海盐 是的 我之前一直都想不明白 我之前一直都想不明白 贾大人和孙大人 一个是盐铁判官 一个是运转使 他们之间到底有何联系 现在我是明白了 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 就是这个运研队了 贾大人利用盐铁判官的职位之边 私自贩卖海盐 而运转使孙大人暗躲神仓 将这些白银运出龙渡城 预言队的目的地是金灵 金灵人勾结了贾大人和孙大人 有人来了 快快快快 快 这个搬走 这个搬走 跟着跟着跟着 快点 大哥 没有发现小金蛇 先回房睡觉 今天 谁都别睡太死 是 雅园和孙世良这两个老狐狸 狡猾得很 到死 也不肯说实话 今晚 来个守株待兔 是 帽子走了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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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乃哥 不好了 我刚看见那东西 被一伙人拉走了 在那边 走 过去看看 走 走 你刚才没事吧 没事 我们也去看一下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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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怎么突然起雾了 小心有埋伏 还真有埋伏 说吧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跟着我们 我们是押镖的 你们偷了我们的货物 我们不跟你们跟谁啊 是啊 你们最好把我们给放了 忽然 等我们老大来了 有你们好果子吃 他们是骗人的 他们是杀手 冒充预员队的人 别轻易饶了他们 你才是杀手 杀手 那你们又是谁 这个搬走 金若安 来个守株待兔 我去看一下 还真有埋伏 你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杀手 杀手 那你们又是谁 我们 女侠饶命啊 我们俩 我们俩是写知怪本子的 我们平时就来这山上找灵感 今天是碰上了大侠你们 您就大人不记小人过 饶了我们吧 您放心 等到我们回去以后 我们就把您的光辉事迹 写成书 发言光大 怎么样 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 山寨王 怎么样 山寨王 他 他是三法司的草包主理 他 他是龙都城城主之子 一个杀手组之子 一个杀手组之子 有意思吗 我 都给我带回去 是 别啊 我们是好人 女侠饶命啊 我们是好人啊 就是写知怪本人啊 女侠饶命啊 女侠饶命啊 这种 今天可真有意思 在山下遇到一个杀手组织 和一位城主之子 那个杀手组织 我已经派人押进牢里 说不定能从他们嘴里 挖出什么消息 这个城主之子 我给您带来了 城主之子 要不 您开个架 只要您能放了我们 我保证 大人 大人你怎么了 果然是个草包 竟然下晕过去了 你刚才没事吧 没事 他怎么了 是鸡舌毒 鸡舌毒 鸡舌毒 什么 姑娘 鸡舌毒极其罕见 他怎么会中了此毒 我们那时在驿站 被一条小金蛇袭击 你 虽然只是轻微擦上 他足以要他的命 他就是为了救我 才会变成这样的 鸡舌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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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凶险 还请债主告知 无论多凶险 我都愿意遗事 鸡舌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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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鸡舌毒 鸡舌毒 来之不易 需要在三天内 活人服用另一种百毒草 中毒之后 再融入人血 方能支撑血经 不过 为做血经之人 说不定 会丧失性命 姑娘 你还愿意一试吗 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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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想饶命啊 那还是把他给砍了吧 腾处之子 是金蛇毒 金蛇毒并不是像传闻那样 无药可解 还请这就告知 种金蛇毒之人 必须用解毒血清来救治 而这解毒血清 来之不易 需要在三天内 活人服用另一种百毒草 中毒之后 再融入人血 方能制成血清 不过 为作血清之人 说不定会丧失性命 姑娘 你还愿意一试吗 之前你那么拼命地救我 这次 我也一定会豁出去救你 我愿意 还请告知什么时候能制作血清 制作血清 最重要的一环 是活人服用百毒草 而这百毒草极其罕见 只生长在龙都城的悬崖峭壁上 而这清风寨上 根本就没有这种草药 而这孩子的生命危在旦夕 不一定 能等到那个时候了 霍兰 不要 不要冒险 以前都是你救我 这次 就让我为你豁出去一次 还请债主放我二人离开 一个人就要死了 还有一个人要送死 真是有意思 好吧 我放你们下山 帮他们离开 多谢债主 债主 不能放这两个人活着离开 一旦站上的事被别人发现 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 都会功亏一篑 能不能活着 就看他们的造换了 此事我自有定夺 哦 对了 赶快把那项白银转移 那中毒之人真的是叶衡的儿子吗 他不是叶衡的 是他的儿子 是谁 求牛 求牛 龙生九子 长子求牛 牢房的人 招供了吗 帮助 那人已经招了 走 去看看 站住 天都亮了 看来你们审讯的本事倒退了 这个人的嘴实在是太硬了 兄弟们花了不少力气 才审出来的 说吧 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我说 我说 我们接到命令 让我们毒杀 盐铁班官甲园 和运转使孙氏良二人 并伪装成 意外死亡 然后追踪 允颜对一切两白银的下落 我们只是拿人钱财 办事而已 要杀要挂 给个痛快 这么说 你们是不知道 是何人支持的 不知道 我们都是 单线联系的 真有意思 我愿意 不要冒险 百毒草极其罕见 还请债主放我二人离开 他不是叶恒的儿子 他的儿子 求你 大人 再坚持一下 很快就到了 来人哪 快来人啊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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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姑娘 大人这是怎么了 大人中毒了 看起把他安断好了 大人怎么会中毒 来不及见识了 等我回来再说 贺姑娘 把大人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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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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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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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 大夫 她怎么样了 这位姑娘 是百毒草中毒引起的昏迷 我刚刚已经用银针 压制住她体内的毒性 等会儿 我再开服药让她服用 好 还请大夫全力救治 我定当尽力而为 只是我能做的 也就只有这么多了 洛琳明明才相识几日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我会拿命来救你 这位姑娘 是百毒草中毒引起的昏迷 我刚刚已经用银针 压制住她体内的毒性 等会儿 我再开服药让她服用 好 还请大夫全力救治 我定当尽力而为 只是我能做的 也就只有这么多了 剩下的就看她自身了 要是能挺过去 就没什么大碍 要是挺不过去 这个文章 衝älle 呀 dimin接难 哪是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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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 我愿意 还请告知什么时候能制作血清 赫兰一定会为三法司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不许说这样的话 大人 你身体稍微恢复 要不先休息一下吧 好 你先出去吧 我先去 贺兰 你放心 我一直都在 我一直都在 贺兰 你的狼花被我养活了 你看到了吗 贺兰 你说过要当全龙都城最厉害的武座 你验尸都还挺有异熟的 那是 我可是要成为全龙都最厉害的武座 你都忘记了吗 咱们的伟人状你还记得吗 办案期间必须紧跟展观 现在案子还没有结束 你不能就这样撒手不关了 我定当尽力而为 剩下的就看他自身了 我一直都在 贺兰 死狼花被我养活了 必须过要当全龙都城最厉害的武座 咱们的伟人状你还记得吗 办案期间必须紧跟展观 现在案子还没有结束 你不能就这样撒手不关了 你之前是非要缠着我的 你现在怎么不缠着我了 我现在才明白自己的心 我不想失去你 只要你能醒过来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赫兰 我喜欢你 你说什么 赫兰 你醒 我没听听 你醒了 我也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也烦心细于你 愿与你共度余生 我饿了 我饿了 我去给你做饭 你等着 别闹了 你来按着他 要不你还是叫别人来吧 过来 你 你醒不醒啊 放心 我的手 又没事 你瞎叫什么呀 鸡呢 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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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干嘛 杀 杀鸡啊 我看不是你们杀鸡 是鸡在杀你们吧 还不是他要逞强 还是让我来吧 你 你 好 哈哈哈 他们的伟人状你还记得吗 你现在怎么不馋着我了 叶凡 不想失去你 我喜欢你 你说什么 因为喜欢你 左手握翅突出鼓缝颜三叉谷分开 取下肉斧并斩蛋大骨骨结 他这是在杀鸡还是在抛尸啊 别废话小心抛了你 好了 可以了煮吧 哦 给你吃碗汤 大饼初遇都吃点肉 来 尝一尝 好喝吗 嗯 这两个人 昏迷的时候 说话是一个比一个肉麻 这醒过来了 反倒一句话也没有了 吃你的饭吧 对了 清风寨那事 你打算怎么办 好喝 我觉得清风寨不是普通的山寨 此话怎讲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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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一个类似的令牌 但是 孙大人死之后 令牌就不见了 那是被我拿走了 我第一次帮孙大人 验尸的时候 就看到了这块令牌 顺手拿走了 其实我自己也有一块 类似的令牌 从小到大都戴在身上 只不过这次下山 两块都没有戴 你的令牌是什么图案 大人 我们得到消息 运言队就要回城了 好 这样吧 我们分头行动 你听 你回去调查一下 看有没有这些令牌的资料 是 赫兰 我们去城门 去城门干嘛 叫我 来 我觉得清风寨 不是普通的山寨 他们极有可能是 训练有素的兵 这块令牌 我打小就带着 这块令牌 跟清风寨也是 这样吧 我们分头行动 你听 你回去调查一下 看有没有这些令牌的资料 是 赫兰 我们去城门 去城门干嘛 钓鱼 钓鱼 城门 哪有鱼啊 大人 喝水 小朋友 过来 待会儿啊 有个骑着马的姐姐 会从这边经过 你呀 帮我把这封信交给她 来 注意别让人抓到了 然后这些钱 就是你的了 快去吧 你那封信上写了什么 没什么 只是一个耳 就看能不能抓到鱼了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令牌的标识 以此号令龙玄军 龙玄军 正是 大人手里的那块令牌 乃是秋牛 是九子之掌 以此可以号令整个龙玄军 那我的呢 我的令牌上面是一条青龙 青龙 青龙是第十块令牌 这令牌应该是在上一任乘主手里的 贺兰 你那块令牌哪来的 不知道啊 听爹说是从死人身上扒拉下来的 兴许是老城主去世的时候 令牌几经周转 落到了我手里 当然 城主有请 好 走 父亲 贾元和孙世良的案子不用再查了 这是为何 他二人与山匪勾结 利用职权便利 私吞海盐 转运白银 可是 这先生并没有说 他二人是被何人所杀的 这和山匪勾结能有什么好下场啊 不过就是分赃不均被山匪所杀 我已经派人秘密潜入匪窝 这封信就是他送来的 不会有错 多亏了父亲 要不然孩儿在此次事件中 并无生还可能 这件事嘛 就以 山匪作乱几案 这样三法司 终于破获了一桩大案 明日一事 给下属们也好有个交代 是 儿臣先行告退 我们分头行动 要赢 小朋友过来 你那封信上写了什么 只是一个 龙玄君 就以 山匪作乱减 就以山匪作乱减 就以山匪作乱减 发生了什么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 我知道杀害贾大人和孙大人的凶手了 是谁 是一恒 城主 怎么会是他 其实我有件事 除了孽田 我谁也没告诉 现如今的城主 他不是我的生父 而是我的养父 我的生父江义 他原本是龙玄军的统领 在我生父死后 叶恒便将我受养 而他 也就掌管了龙玄军 我原本以为他不是个好父亲 但他会是个好城主 但没想到他都不是 他都不是 那封密信是我以刀疤的口文写的 没想到辗转之后 却又落在他的手里 他让我以山匪作乱结案 叶凡 你冷静点 甲孙二人贩卖思严 本就犯下了龙独城重罪 他是为城主 完全有理由让这二人认罪伏法 但他没有选择这么做 他选择 将二人暗杀 是他发现了他的龙玄军余孽身份 还是什么 你喝多了 咱们回去 不 我们不回去 其实这么多年 我不是没有怀疑过他 但他始终养了我二十多年 我根本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你现在不清醒 等你清醒了我们再想办法 如果我选择 山匪作乱结案 那甲孙二人的案子 将永远没有大白的那一天 龙玄军 也会成为我心中的一根刺 清风寨之事也会得不到处理 如果你想查下去 我就一直陪你走下去 如果你不想查 这件事 就让他糊里糊涂地下去吧 可那是活生生的人命 这不是龙都城的草包判官吗 你说什么 你整天就知道华天处理 吃喝完了 我若选择按山匪作乱定案 我若选择按山匪作乱定案 想办一生 可我若选择推翻这个案子 就会迎来一片血雨腥风 不论是我 还是贺兰 都永无安宁之人 我的令牌上面是一条青龙 我知道杀害贾大人和孙大人的凶手了 现如今的城中是我的养父 这不是龙都城的草包判官吗 父亲 十日期限已到 不知孙大人之死一案 大哥查得怎么样了 凡尔啊 此案可有结果 回父亲 属下 已经查清 贾大人和孙大人之死 看似是两起案件 实则 是同一凶手所为 二人 皆是因山匪作乱而亡 他二人 利用职位之便 与山匪同谋 私吞海盐 转移白银 却因分赃不均 而被山匪利用金蛇毒所杀 好 我儿在三法司内大有长进 不错 不错 原来如此 亏我还以为这贾元和孙世良是好官呢 死有余辜 死有余辜 叶大人真是不鸣则矣 一鸣惊人哪 那既然是山匪作乱 寻山为何在 属下在 即日起 加强对山上的寻士力度 确保城中百姓生命财产安全 属下必定不负所托 全力执行 荷兰 你愿意接受平庸的我吗 无论平庸或者卓越 只要是你 我都愿意 大人 咱们要去哪儿啊 到了你就知道了 一个个的 不知道在卖什么关子 坐着大人 好 驾 这怎么整得跟阴 冰箭一样 蓝尔 快快 快进来 爹 怎么是你啊 走 大大人 还是你自己去吧 我就不去了 你去吧去吧 快点开心啊 蓝尔啊 爹 你有所不知啊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 爹实在是太想你了 我也未知 我之前 阻止你去验尸 这种行为进行了反思 爹保证 以后 不管你干什么 爹再也不阻拦你 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 对了 你不是喜欢收藏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吗 你看 爹给你准备的 喜欢吗 布置得很好 下次不要布置了 啊 哎呀 这 爹之所以这么布置是要告诉你 不管你以后身在何处 这才是你最终的归宿啊 你爹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的意思是说 咱们最终的归宿都是因曹地府 十日期限已到 属下 已经查清 皆是因山匪作乱而往 你愿意接受平衡的我吗 这怎么整得跟阴间一样 喜欢吗 哎呀 这 爹之所以这么布置是要告诉你 不管你以后身在何处 这才是你最终的归宿啊 哎 你爹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的意思是说 咱们最终的归宿都是因曹地府 贺老先生的教导可真是 别出心裁啊 见笑了 客气客气 来来 进来吧 来 进来进来进来 走走走 来 进来进来 来 吃吃 对了 这位公子 你是哪家的呀 爹 叶凡是城主的儿子 你是 叶恒的儿子 家父正是叶恒 贺老先生 此次前来 还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 在下 想娶贺兰为妻 不可能 这件事情 想都别想 爹 为什么叶凡不能娶我 我说不行就不行 天底下男儿那么多 可你为什么偏偏看上他 贺老先生 我能知道是何原因吗 滚开 爹 难道你不考虑女儿的感受吗 贺老先生 除非你给我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否则 我是不会放弃贺兰的 兰儿 你先出去 可是 我要跟这位叶公子 单独谈谈 可是 出去 你是一个任贼做父 不忠不孝之徒 你 也有脸面娶我女儿 你是真不明白 还是装糊涂 你的原名叫江义 你的父亲死于叶衡之手 老城主也是被叶衡所害 你不但不为父报仇 反倒成为他的帮凶 像你这种人 让我女儿嫁给你 你想都别想 暖蜡灵 你还是想起来了吧 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像你这样的 助纣为虐 我的女儿嫁给你 想都别想了 何先生 我明白了 但能否 再给我一次机会 机不机会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怎么做 天翻明白了 何先生 还有一事 贺兰 恐怕不是你的女儿吧 你说什么 贺兰 是老城主的孙女 龙都城中曾有传言 老城主孙女 在老城主死后 就被仇家拐走了 在我看来 不是拐走 而是救走 而且 贺兰曾与我提过 她有一块 龙纹领牌 小子 别仗着我女儿喜欢你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抱歉 我绝不会让贺兰 受到任何伤害 何先生 能否让我 与贺兰再见 最后一面 父亲跟你说了什么 叶凡 贺兰 你被解聘了 不管你以后身在何处 这才是你最终的归宿啊 别有脸面娶我女儿 可能 贺兰 恐怕不是你的女儿吧 你说什么 父亲跟你说了什么 叶凡 贺兰 你被解聘了 为什么 你被解聘了 伟云庄还没有到期 你不能解聘我 三法四的规则就是我 我说解聘 就解聘 那我们之间算什么 我们之间能有什么 我是龙独窗称主之子 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侮族 我们之间 门不当户不对的 从来都没可能 大人 这是怎么了 走吧 见 我说 我说 凡尔 凡尔啊 你 能不能帮我 你 你 你 我 你 要 我 我 你 不會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凡尔 你来了 来来来 宝儿正快 给爷爷送吃的 好 不好了 不好了 撑住中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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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人了 撐住中毒了 真乖 严撇判官之此案翻案成事 我一定会 你 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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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人了 有人吊死了 大人 清晨府里的侍卫推门之时 发现有一具尸首 悬挂于三法寺门口 尸体现在在哪 已经被我差人 送到验尸房了 能否根据死者容貌 认识死者身份 很难 尸身上边部伤口 面部损伤尤其严重 你先去找贺兰验尸 等我一时回来再说 大人 找个武座 啊 guard 你 哎 吴 你 我是 你 还 一个 你 你 我 兰儿 你回来这么久 都没好好吃过东西 爹给你熬了鸡汤 趁热喝点啊 爹 我不想喝 难道那小子就这么让你上心吗 爹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迫切想跟一个人在一起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虽然会遇到一些危险 但他总是试试把我护在身后 兰儿 这辈子 爹没有求过大富大贵 只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 天底下好男人那么多 下一个会更好 没有人会比他好 你们在一起 是不会幸福的 你要相信爹 爹 那你告诉我 那天晚上我走之后 你们到底说了什么 为什么从那以后 叶凡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那小子 当真什么都没跟你说 他什么都没跟你说 他什么都没跟你说 是为了你好 爹不能骗你 我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我不能试试都被埋在鼓里吧 兰儿 爹还有事要忙 乖女儿 趁热把汤喝了 你 gri不起 那你 我的 我 你 你 我 好喝吗 嗯 各位都知 贾元贾大人因山匪作乱而亡 现如今掩铁判官一职空缺 各位大人 心中可有能担当此重任的人选呢 城主 属下认为 少城主叶妃可担此重任 叶妃虽承少城主之名 但身上并无一官半职 现如今掩铁判官一职既然出缺 少城主担此重任 是再合适不过 城主 属下以为不妥 叶妃虽顶着少城主之名 但此前从未管理过龙都城事务 经验难免不足 盐铁判官联系了龙都和金陵两城的 盐运往来 一旦处理不当 势必影响两城之间的关系 属下觉得张大人所说言之有利 少城主想要学习管理城中事 可以先从简单的事务做起 丰富管理经验 盐运之事还是要找一个经验丰富之人 刘东啊 你可有能推荐的人选 属下心中属意 三法司主理叶凡 好 那就按照刘大人所说 任命三法司主理叶凡 代为掌管盐运一事 死人了 难道那小子就这么让你伤心吗 没有人会比他好 现如今盐铁判官一职 空缺 属下心中属意 三法司主理叶凡 一方面 甲园和孙世良的死 是叶大人查的 查案途中 定会对盐务之事有一定了解 另一方面 叶大人管理三法司 对突发事件有着一定经验 因此 叶大人作为盐铁判官 更为合适 范儿 你怎么看 属下 谨听父亲吩咐 好 那就按照刘大人所说 任命三法司主理叶凡 代为掌管盐运一事 万儿可不要让为父失望啊 手下 长毛夫妻厚爱 好了 那就散了吧 都散了吧 我别以为父亲把盐铁判官之位给了你 你就得意忘形了 尾巴都翘上天了 我告诉你 不到最后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二弟 二弟 只是一个代理职位 你想要的话 随时可以拿去 只要你有本事 叶凡 没有什么好处 总有叶凡的份儿 而我只能顶着一个少城主的虚名 在所有人眼里 我什么都不是 所有人看我都想看一个废物 少城主 小人有一计 可以解决少城主眼下的难 还请少城主容许小人细说 有什么计划 你有什么计划 我会有什么市民 一aison invest下订阅 你挺有什么意味的 杂果 有什么城市 我会在这一段行 来 明天 还敢 感谢观看 早上发现尸体的时候 周围有没有其他人 回大人 卑职一大早打开大门时 发现门口悬挂着一具尸体 周围没有任何人 死人了 那昨晚职业的时候 就没有其他发现吗 因为平时没有什么事 再加上百姓 对大人的所作所为 没事 继续说 平日百姓 对大人有所怨言 那三法司门口执行使 时长会遭到 菜叶或者鸡蛋的袭击 这经常让守卫们狼狈不堪 渐渐地 也就不再安排执行了 有什么发现 及时向我汇报 对了 在三法司门口 安排两个站岗呢 是 大人 白天也有安排吗 白天 白天不用 晚上就行 是 大人 都准备好了 可以开始了 好 走